海浪拍打上沙灘 墾丁海边避海蓝天 那湾下水的民众好嗨 丝毫没有感受到一丝丝寒冷 只为墾丁好玩 大太阳洗礼之下 游客帅得满脸红红 每年10月到隔年的4月 墾丁洛杉丰长径被视为是旅游淡季 不过北部有寒流低温 台湾最南端的温暖阳光 逆时吸引了不少游客 寒假第一周受到霸王级寒流的影响 那北部的民众 开始有往南部移动来避寒的现象 那恒春半岛的气候温暖 非常适合来避寒 那包括我们四重西 墾丁恒春的住房率 都有明显开始提升的现象 目前寒假第一个礼拜 平均的定房率只有在六成左右 明天的天气 风和日律 天气非常好 我们也非常希望 中北部的旅客下来墾丁旅游 出库过去这一周 天气温暖再加上放寒假 墾丁地区的定房增加近两成 参加水上活动的游客也不少 冬天避寒创造了不一样的商机 三里新闻 朱俊杰 俊荣 评论报道 就有什么样的 出広冬天津 许多库乱